星夢全奇異的23位學員 日前正式亮相和大家見面 而節目錄影亦如火如荼展開 而這日他們這麼多位 就和評判見面一展歌後 這麼多位學員演唱後 書文Johnny Im 陳潔玲 張佳添就對女團Six Maggie 趙忠兒 以及13歲的Sabrina 趙紫樂 都有不錯的評價 13歲的Sabrina 對 唱得很漂亮 九歲就已經拿了鋼琴演奏級 是… 還有一個我知道 我聽過她唱過Maggie 有個女生叫Maggie 她的聲音和樣子不同 因為她的聲音很沉默, 很厚 但其實她還未找到她的聲音 其實她可以有一個漂亮的中音 比她不要唱那麼多低音 Six, 我也很深刻 是… 我覺得她們唯一是不太緊張 因為剛才Miss Chan Chan說的 其實比賽只是看臨場表現 一個對著你現在唱得很厲害的人 可能到時跌50% 但是看Jody變成怎樣 又要去投編那些歌 那個下都挺精彩 而且挺難的 其實有好的性格和抗壓能力都很重要 張佳添和森美雖然都很欣賞Maggie的歌喉 不過她們就覺得Maggie的內向性格要改一下 我覺得有一位很害羞 偽偽的叫滴滴 但聲音很厚 Maggie 其實我覺得她很有潛質的 但她一定要遇上她自己最大的敵人 阿 聲音大哥對於甚麼有這種說話 都是呀 因為我看她真的很緊張 很害怕 我想她連平常生活當中跟別人溝通可能都有問題 我希望她可以放下那種害羞 在日常生活當中不害羞和別人聊齊線 她才可以用音樂再跟別人溝通 正在克服這個問題 剛剛聲音大哥都給了很多建議給我 我覺得很實用 是 覺得自己是因為可能比較文靜一點 還是表演的時候緊張呢 是 本身個人比較內向 所以很少這樣給大家提表自己的 那個人未去到真的很內向的 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有時可能開一些玩笑 或者是我們自己開始都動動的時候 其實有時Maggie自己都會動一兩下 有沒有偶爾會跟Maggie一起聊天 就是女生可能有時會 我多多跟她聊天 我覺得Maggie是一位我聊得最多聊天 是嗎 而且她很黏黏黏的 很黏身的 好像家裡的狗狗一樣 哦 即是其實 6位成員由星夢Jr出身 經過Jr的訓練 現在6位小妹妹都覺得自己淡定不少 我覺得星夢Jr 經過星夢Jr真的會淡定很多 因為有時星夢Jr 一開始面對鏡頭可能會比較緊張 但是現在經常都有鏡頭對著我們 我覺得都熟悉了 我覺得我們進步了很多 還有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表演的時候 都可以希望我們會成功 還有我們本身是覺得 我們很有默契 我們友誼都很好 現在雖然友誼都很好 很有默契 不過我們要把那個默契放進唱歌裡 對 有時唱歌的時候要配搭 要配搭一點 還有可能大小聲 我們會繼續努力 雖然評判的評語可能聽起來嚴厲又精銳 但是Timothy、陳浩廷就很期待 可以聽到書文老師的點評 我覺得比較期待是聽到書文監製的意見 因為之前我們interview的時候 有一回合是有監製評判去聽我們唱歌 那回合書文監製給了一些意見 就是關於我如何調整我的心理質素 因為那回合我唱得不太好 我很期待這次書文監製可以聽到我 看看有沒有進步的地方 比賽先剛剛開始 這次表現得不好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一眾學員 將評判瞞比的評語謹記於心 我覺得可以再好一點 因為Mr. Chanin也說唱快歌 要再groovy一點 你呢 I think I should improve on projecting myself more when I sing 可以做好一點 因為首先緊張 還有第一次戴Eamon 你不太習慣 我有些音準問題 Mr. Chanin也說得出來 不是 除了這位 除了Sabrina之外 我們個個都有一點走音 有走音 23米學員雖然是對手 但私下都很老友 所以要他們進行battle Christopher 金永恒和Duncan 侯俊熙都說不敢 我還未開始 剛開始第一集 他問我們敢不敢 我真的說我不敢 我可以不敢 我問他 那原因是否真的不敢 突然之間我跟他要分析一個 就算分析我或是分析他 我都會覺得很不開心 吃辦 辛苦 我 我